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现在夜市收掉蛮多的 像礼拜一的劳工夜市也收掉了 听到瑞北夜市即将走入历史 民众直呼可惜 摆了数十年的摊伤 说得快要飙累 那我用这一摊养活于家人 我不知道你们把我们赶走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我们要吃什么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每天都是坎坷人 人家喝过人不去做 这就做得这么坎坷 道路两旁摆满摊位 聚集人潮商机 摊伤不舍 地方居民却是这么说 我们那个污水也没有说经过处理 全部都排放到水锅里面 造成我们这边都蚊子老鼠一大堆这样 高雄摊贩集中厂若日条款 期限到瑞北夜市面临最后一个营业日 真的没有转还空间吗 附近的居民过半数以上都并不同意 那也因为有影响相关的交通问题等等 但当然我们在市府的立场 我们期待可以创造居民摊商 还有消费者的三营 高市府证实瑞北夜市没赶上 合法申请摆摊的最后申请日 表明会持续辅导摊商 移到其他地方摆摊 瑞北夜市确定走入利息 三立新闻黄金总 欧宇文 高雄报答